马来西亚宗乡华团总商会联盟总会长 拿督斯里林佳怡率律师及商会联盟代表 前往沙勒秀警局 就前首相马哈迪最近发表的 华印义不中言论向警方正式报案 林佳怡在报案过程中表示 马哈迪此番言论违反宪法 并具有煽动性 若不及时制止 将有可能对我国社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他强调 马哈迪的言论不仅激起了族群敏感情绪 也破坏了马来西亚和平社会的安宁 进一步散播仇恨 林佳怡指出 根据联邦宪法第十一条款 任何形式基于宗教、种族、血统、出生地或性别的歧视 都被明令禁止 林佳怡嘲讽马哈迪为过时且失败的政治人物 并表示难以接受对方的言行 他敦促马哈迪立刻收回言论或道歉 否则呼吁政府根据现有法令采取行动 包括提控或展开调查 政府有责任采取果断行动 以阻止更多有心人士发表类似不负责任的言论 首相拿督司理安华坦言对知名人士展开调查 尤其是拥有敦勋贤者 是一项艰难但是在必行的任务 安华在巴生出席新都教徒庆祝的2024年全国丰收节庆典时发表讲话 他指出团结政府内阁在成立一年以来一直在努力提升执行力 国家对这些知名人士展开调查的目的旨在防范滥权和贪污行为 同时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福祉 但执法当局在调查富人时却面临抗议的困惑 安华直言国家欠债累累 但钱却被偷 尤其很多领袖涉嫌其中 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 对于那些认为调查富人容易的人 安华强调了反驳的观点 调查村长学校教师很容易 但要调查偷钱的富人却并不容易 你们觉得调查这些名人很容易吗 事实却非如此 要知道调查墩并不容易 尽管安华没有点名任何领袖 但根据言辞可以推测 他在谈论的可能是 近期被反贪汇传召的前财政部长 敦达因和马哈迪的儿子 他强调为了照顾国家 不能容忍别人偷窃人民的财富 并表示将继续追捕骗子 必须采取行动 对付那个粗暴K-SIR的首相 安华也呼吁印译社会领袖 敦促他们不要引起 敏感课题 特别是这样的行为 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安华坦言 不论是巫义 华裔 印译还是其他族群 都有各自的诉求 但政府必须秉持昌明精神 公平对待所有族群 这并不容易 要知道我也遭受到同族攻击 指控我向其他种族低头 但我一点都不理会 因为我知道人民的问题 就是我的问题 他在讲话中表示 政府的政策不以种族为考量 而是以解决人民问题为首要任务 安华强调 财政部、人力资源部以及团结部 必须确保所有政府计划 都能跨足各个族群 不分种族地解决人民的问题 作为例证 他提到政府正在解决赤坪问题 和改善学校厕所的计划 无论是哪个族群的赤坪 或是国小、淡小或华小的厕所问题 政府都会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安华直言 政府当前优先解决的人民问题 包括赤坪、学校教育、健康和就业机会等方面 而政策的推动不分种族 旨在切实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状况 雪州巫统主席 拿赌美格祖卡纳因今日驳斥了有关该党咄咄逼人 要求20个市役原职的说法 并宣称雪州巫统愿意归还所有市役原职给西蒙 美格祖卡纳因在雪州马华干训营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要巫统照顾城市区 乡区交给巫统 他进一步指出 雪州巫统在昨晚的区部会议中一致通过决议 将所有市役原职都归还 与此同时 美格也强调 雪州巫统要求将所有373个村委会主席职交给该党 他表示 这是基于结盟精神进行谈判的结果 而巫统并未提出任何要求 我们明天会在雪邦举行的闭门会议中 向党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西表达我们的意愿 我们尚未领选任何人担任市议员 这是出于我们对结盟的真诚态度 美格指出 巫统在288个市议员职中仅获得20个市议员的配额 占比仅为7% 他表示 这显示了巫统的自知之明 并强调了 在分配市议员职时未提出过多要求的立场 反贪会早前揭露 对总值45亿令吉供应和管理大马政府官车车队的采购 展开了搜查行动 这名拥有单私里头衔的商人的住宅遭突击搜查 他被指示财政部前部长敦达因的亲信 根据每日新闻引述的消息报道 这位商人是敦达因的亲密盟友 而敦达因本人也正面临着反贪会的调查 目前 该商人的住宅成为反贪会搜查的目标之一 反贪会首席专员 丹斯里·阿战巴基证实了此次突击搜查行动 但由于案件仍在调查中 他拒绝就案件细节发表评论 包括对丹斯里商人身份的披露 大马宗教事务首相署部长 拿都纳·因莫达呼吁所有宗教司机构 在发表涉及国家利益的评论前 先请示大马全国伊斯兰宗教事务理事会MKI 此前 联邦直辖区宗教司陆克曼·阿多拉曾呼吁 在传统银行就业的穆斯林员工转行 以从事符合教义的工作 然而 槟城宗教司拿都斯里旺·沙林则认为 在紧急情况或缺乏替代就业机会的情况下 穆斯林是可以在传统银行工作的 纳伊莫达在昨晚发表的文告中表示 这一举措将有助于改善对相关议题的回应 包括提供具体的论点和解决方案 纳伊莫达表示 需要详细说明问题 以免引起社会不安 第16任国家元首 苏丹阿多拉陛下昨日在国家王宫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皇家茶会 以配合其即将卸任的仪式 令人瞩目的是 首相安华以及三名前首相敦马哈迪 慕尤丁和伊斯麦莎比利同台出席 共同成为这场历史性时刻的座上宾 根据国家王宫在脸书发布的贴文 苏丹阿多拉陛下与安华 马哈迪分别握手寒暄 安华在自己的脸书上也发文表示 国家元首抗力赛现场 与受邀嘉宾握手交流 强调了这一重要时刻的社交意义 这场皇家茶会于下午三十开始 吸引了2500名嘉宾出席 共同见证并参与即将卸任的国家元首 苏丹阿多拉的告别仪式 而是 感谢观看